女性陳佩琪 在本土劇中演活了惡女 連走在路上都被罵壞女人 其實私底下的她性格直率 經常為朋友仗義直言 我遇到了自己的事 好像築起了一道高牆 害怕受傷 因為她父親吸毒早逝 兩歲那一年母親改嫁 靠著奶奶拉拔長大 而事實上她渴望親情 但自從媽媽曾說 一點都不想申寧 兩人的關係降到了冰點 已經五年沒有聯絡了 天啊 自己給你看看 女生 你 我現在用水破壞什麼意思 我是純純妳不是怕妳的 壞女人有多壞 只要是陳佩琪來詮釋 總得讓觀眾氣得壓癢癢 因為妳要看到妳家的人痛苦 妳有哪兒對著痛苦 陳佩琪在本土劇中 為了奪愛做盡壞事 不然是神情還是語調 都演得相當傳神 深植人心 只要是好角色 詮釋女女戀有何不可 妳是在看什麼 妳是看這麼年輕 我等妳看 一個比映花更漂亮的美景 精采演出讓陳佩琪的演藝事業 登上巔峰 其實很多人不曉得 十三年前陳佩琪剛出道時 演的可是偶像劇呢 再怎麼補妝 她心掩蓋不住我繳碎的面容 接連幾部偶像劇後 陳佩琪為了一個人 主動向公司提出要轉戰本土劇 奶奶想要我演一檔 是她完全聽得懂的 不用用猜的 因為國語她聽不懂 因為陳佩琪從小肅親吸毒早逝 母親在她兩歲那年離家改嫁 因此在陳佩琪的世界裡 奶奶就是媽媽 所以其實我們很愛對方 但是小孩子你不懂的這些 你只會覺得 我每天在家不是被打就是被罵 你做好也不會有人讚美你 然後甚至還要反過來跟你講說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就會覺得 那我不想待在家裡 傳統的打罵教育 加上寄人籬下的孤單 讓陳佩琪的內心越來越封閉 國小畢業那年 她開始出去打勾 炸雞排 泡沫紅茶店 洗頭小妹 打字緣 密書 還有賣魚氣 賣教材的業務 甚至還當過美姿美衣老師 她努力賺錢 不想成為別人口中的包袱 也因為太早接受社會洗禮 陳佩琪比童年裡的孩子 早熟許多 家裡吵架或是我不開心 我想爸爸 想媽媽 我可能跟同學講一講就釋懷了 不 其實不是的 原本陳佩琪以為 不去禮會關閉所有感覺 小小的精靈就能不再受傷 沒想到18歲那年 她築起的高牆崩塌了 我考上高雄文早 我們要寫字傳 筆只要一拿起來我就哭 那我就說我是一個很敏銳的人 我很清楚知道我哭的原因是因為 你在寫字傳 你要開始回想你的過去 那我在回想這個過去的過程當中 我的心碎了 陳佩琪這才曉得內心的傷 從沒愈合 反倒更加惡化 我那時候就正式面對這樣的問題 可是我不曉得台灣 就是有憂鬱症要去找誰 然後我也不認為自己那時候 是憂鬱症 我只知道就是傷口化膿了 需要被醫療了 所以我打電話去找生命線 喂 生命線你好 我知道你們志工 一定都有相關心理科系的 我需要專業的人 陪我認真的聊 把我心裡我不願意勾起來的 那些東西幫我勾起來 去治療它 對 然後我就強迫他們 一定要讓我 開一個時間給我 讓我跟他們面對面諮詢 三次的諮詢 讓陳佩琪走出憂鬱 學會勇敢說愛 然後剛好也遇到 我奶奶病危入加護病房 然後醫生跟我們講說 叫我們回家準備後事 然後終於奶奶撐過了 我就一直不斷的在我奶奶口邊 跟她說 阿嬤 我很愛你 我們大家都很愛你 我都等你好起來 陳佩琪來得及向奶奶表達愛意 但奶奶卻來不及看到 孫女為自己演的第一出八點檔 我因為事件還沒做 我到底是要怎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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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很遺憾 嗯 一定遺憾 但是啊 像我現在去 去阿嬤的塔位的時候 我都會跟她講 妳早上今天不錯喔 不讓妳失望喔 文昌 我要跟妳睡到時候 到時候你那種勇心對待我 以後我每天都這麼勇心對待 將近四十歲的陳佩琪 也曾經想擁有自己的幸福 三十歲那年 嫁給交往十三年的初戀男幼 其實我們十三週年結的婚 我本來想逃婚 可是那時候他已經 他其實在我背後 他已經做了一些什麼 可是他很怕我發現 所以他反而是很堅持 要結那個婚 是結了婚以後 我發現真相了 我要離婚 演多了小三壞女人 沒想到在自己的婚姻中 卻是個受傷的原配 他才明白告訴我 就是我 陳佩琪萬萬沒想到 自己最刻苦迷心的初戀 卻傷他最深 短短七個月的婚姻 閃離收場 當然離婚的那幾年 妳會覺得說 妳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可是那妳要不要選擇原諒 如果妳不原諒 妳到現在糾結 彷彿看淡一切 不願強求爭取來的愛 但其實在陳佩琪內心深處 非常渴望對的人快快出現 我真的覺得我很寂寞 我的過年過節都沒有人 就是像過年其實是我 我是一個很愛過節的人 但是我也很害怕過節 因為妳永遠都一個 妳不知道妳要去死賴著誰 然後妳又不會覺得自己厚臉 對於另一半的要求 陳佩琪坦承 什麼都可以 唯獨有一個條件 就是年齡要比自己大 我就是很渴望 像個小貓咪一樣 或是像個女兒一樣 去對對方無限制的撒嬌 甚至有一些小韌性的耍賴 年紀比我小的 我真的會做不出來 我真的覺得就是弟弟 劇中強悍的陳佩琪 其實是個容易受傷的柔軟女子 她了解寬恕不見得 一定要原諒別人過錯 而是放過自己才能放過他人 如今的陳佩琪 活在當下更有的輕鬆自在